恆大集團星期三宣佈在這星期支付到期離息 市場歡迎有關消息 因為恆大將避免數十億美元債務違約 巴西總統博索納龍星期二一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後 衛生部長灰羅加在紐約被檢測出新冠病毒性揚症 美國截至星期一的新冠病毒數目 成為美國歷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 有六十七萬六千人死亡 上世紀的西班牙流感白發期間 超過六十七萬五千名美國人上生 澳洲警方星期三驅散第二日聚集在麥爾本教堂的抗議者 這次示威規模較小 抗議建造業強制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數二千日猶太教訊圖星期三在耶路撒冷西牆接受施制祝福 慶祝住彭節 窩在联系電視努力大學 第二日聖努力大學